十五,《文匯報》《蘋果者食水事件抹黑內企太低樁》 2015年7月14日正程與評論A 1624美國中行啟程 H 食水含源超標事件引起廣泛關注 本來,傳媒跟進報導調查事故承恩,讓市民了解真相 是傳媒應有之意,可惜的是,一些不良傳媒可不事如實 客觀地報導新聞,以事先入為主,用心不良,早已有了既定立場 再利用新聞作配合,以達到其公器使用,以新聞為政治服務的目的 《蘋果日報》在這次食水事件中,就作出了極其低樁,不堪的示範 在事件真相未明之下,蘋果就急急上光上線,將矛頭指向內地供應商 示意默克他們賺黑心錢。靠害港人,顯然,蘋果企圖直查 《波瑟》所謂報導,抹黑內地企業,挑撥兩地關係 如果蘋果的邏輯成立,是否美國或日本生產的產品出現問題 就代表美國、日本企業賺黑心錢? 這種嚴重指控請問你居何在?iPhone手機過去也裡被揭發有質量問題 為什麼蘋果不大事評擊?呼籲抵制,就因為製造商是美國企業 所以蘋果就年屁也不敢放一下 否則,就是從傳媒調查報導的標準來看 蘋果的報導也是不合格 蘋果的所謂報導指,負責啟程 H.工程的中國建築集團期刊披露 單是啟程H.使用的廚房或廁所製造件已經超過6200件 有關組件是由中建旗下深圳海農建築製品有限公司在深圳廠房製造 更嚴重的是,中建旗刊亦稱 同由該集團成建的沙田水泉澳H.工程 也大量應用月製建施工技術,同樣包括廚次 於是蘋果的記者就得出結論 就是這次食水事件根源在於中國製造的組件 繼而指中國企業賺黑心錢,並且將火頭不斷蔓延 環環相購,企圖將食水事件變成一場政治事件 但工程發展商的預製組件在內地生產 這樣就將責任全部歸咎於中國企業 有這樣操縮的邏輯嗎? 食水事件至今真相未明,究竟是出在組件問題 還是施工問題,甚或是其他原因,仍然有待進一步調查 蘋果現在就急不及待將矛頭指向中國企業 根本沒有道理 況且,中國是世界工廠 全世界不知有多少企業在內地生產組件 又豈能將所有質量的責任全推到中國內地企業身上 蘋果的報導暴風觸影、疏流處處 以中國建築集團有使用內地生產的組件為由 就將食水事件的責任全推到中國企業身上 這已經不是新聞報導,而是新聞恩道 所謂調查,實為抹黑 這篇報導大可作為傳媒的經典反面教材 蘋果在這次食水事件中,顯然是政治掛稅 立場行線,先有抹黑中國企業 挑動兩地對立的立場 接同B新聞中尋找中國因素 繼而插裝介護 將矛頭指向中國企業 指他們靠害港人 最後就是將火頭銷向中央 將一宗民生事件變成另一場兩地爭議 為反對派提供簡約,毫無疑問 這是一場政治炒作 也是傳媒的墮落 說明蘋果在後政改時期 連最後的遮醜報都不要 不斷造謠造假 挑動政治風波 向外國老闆顯示自身的價值 這可能就是蘋果的生存之道 資深評論員